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青云志是部神仙剧,播出五年七位演员成顶流,杨子诚艺诚大赢家 青云志播出五年了,这一部口碑不怎么样 但参演的演员中居然有七位成为了一线顶流 不得不说是一部神仙剧 赵丽颖在演这一部剧的时候已经很红了 街拍这一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女主 原以为她要遇上瓶颈了 却没想到隔年主演的武侠剧《楚桥传》就成为了网播量破五百亿的爆款大作 当下,她依然是最具收视号赵丽的八五后小花之一 主演的幸福到万家、谁是凶手等剧备受期待 有望继续保持收视女王的地位 男主李一锋是人气小鲜肉 演这部剧的时候被吐槽市面摊演技 但这几年演技大爆发 还获得了金英奖最佳男主角 成功逆袭成为演技派男主 好评如潮 近几年 她上线的隐秘而伟大号手就位等剧口碑都很不错 也是妥妥的一线小生 杨子在演这一部剧的时候知名度虽然很高 但并没有如今人气这么高 不然也不会在剧中给赵丽颖当配角 之后 杨子资源很好 相继接了几部好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的》等都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大作 人气飙升 已经是影响力不输赵丽颖的一线小花 未来前途无量 男二诚意演这一部剧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 但之后受到了欢瑞的力捧 凭借仙侠剧《流离》一夜爆红 有了人气之后 她的资源更好了 相继主演了《长安诺》《南风之我意》《沉香如蟹》等剧 也是当红小生 除了以上四位 其实还有三位当时不受关注 戏份较少的演员也成为了顶流 分别是任嘉伦 易杨千玺和刘学艺 任嘉伦也是当下炙手可热的顶流 这两年开启霸平模式 每年都有三、四部作品上线 像今年已经上线了 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不说再见一生一世等剧 且这些剧口碑收视都还不错 人气稳步提升 易杨千玺是养成戏偶像出道 演这一部剧就是一个戏份加起来 还不足一级的小配角 因为是歌手出道 演技还备受质疑 但短短几年时间 她用实力征服了所有人 主演的首部电影《少年的你票房大卖》 收获不少好评 还获得了金像奖 金鸡奖影帝提名 潜力无限 此前 千玺还有不少的质疑声音 但现在大多都是赞美之词 大老年轻有为 演技好 人低调有礼貌 内脸不张扬 确实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实力派偶像 最后一位留学艺 人气知名度可能没有前面几位高 但发展也很好 演技颜值在线 有没有什么负面黑料 口碑好 也是很受欢迎的演员 当时在看《青云志》的时候 谁会想到日后有这么多演员成名 你最喜欢谁呢? 请不吝点赞美之语